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去界定什么叫老年 以前我们觉得60岁以上就是很老 现在显然七八十岁才是可以很有活力 其实我们现在活得久又活得好 这是大家没有去谈的 我们都谈到负面的没有谈到正面的 我也常常认为说长照什么时候该丢钱进来 并不是现在丢越多钱越好代表政府照顾你 它很可能破坏的加紧的机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文怡 欢迎锁定DataMap数据地图真台湾 在这个强调大数据的年代 我们的节目希望透过不同的自然及人文地图 搭配专业数据以及专家解析 带您认识台湾的真实样貌 说到国家组成的要素 人口绝对是不可或缺 而人口的结构以及包括了人口数量 更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重要关键 但是随着台湾越来越高龄化 我们的政府 社会 甚至老百姓 做好准备了吗 首先先来看以下这段影片 我今年45岁 是个中高龄的妇女 我为什么要找工作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我是个单亲妈妈 我今年45岁 因为我的小孩都已经进入国中大学了 所以我想要找一份 创造我人生的第二个巅峰事业 您想过吗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追求人生的梦想 还是只为了养家活口呢 根据2014年主技术的统计 有46%的厂商 即便有职缺 也不愿意雇用45岁以上的中高龄求职者 我感谢留学和我的公司 我有这个机会 再来这个工作 我感觉我做得很快乐 校方很乐意用我 然后跟救护站也帮忙我 工作很愉快 很深的 那二度就业赴年很优美 有责任感 配合度高 吃苦耐劳 比年轻人更优秀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应当发挥他的长处 工作的目的不只是吃饱饭而已 它能够让人感觉到自信 更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社会文化 增进国家及社会的创造力与竞争力 真的超过了45岁 在职场上就没有价值了吗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思维 来看待中高龄的人力资源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 高年级实习生 不过正式讨论之前 先让我介绍今天到场的三位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台大地理系教授 同时也是我们主题图资 地图台湾的发行人 赖金贵 赖教授 教授好 本一号 各位观众好 让我们重新定义老人的指标 健康与活力才是关键 年龄大小不是中小 的确 第二位是台湾高龄化政策 继产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前卫生署长 杨志良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在台湾要活得久 也要活得好 的确 第三位是台大社会学习教授 同时也是前新定义院政务委员 薛成泰 薛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是海啸即将来临 您准备好了吗 对 我们要怎么准备呢 稍后都会详细来讨论 不过首先先让我们看 今天的主题影片 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 正影响着我们 1994年 台湾正式进入 联合国定义的高龄化社会 2018年 台湾将会达到 高龄社会的标准 短短的25年 我们就从高龄化社会 进入了高龄社会 而同样的数据 在法国花了115年 美国花了72年 而英国则是47年 根据估计 2025年 台湾将会进入 所谓的超高龄社会 因此到了2060年的时候 每10人当中 就有4人 是超过65岁的长者 而其中 更有两人的年龄 超过80岁 台湾正迈入一个 仿佛未知的社会形态 其实近几年来 全球的已开发国家 早已先后面对 人口老化 及少子化的问题 而我们是否能够 吸取其他国家的 经验与智慧 来寻求解决的策略呢 看完影片 真的让人想到一句俗话 叫做家有一老 如果有一宝 但是真的把老人当宝吗 在很多社会当中 我们看到似乎不是如此 但是其实我刚刚看到影片 其实发现 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看到相关的报道 也发现台湾老化的速度 真的很惊人 2018年 其实就是明年了 我们的65岁以上人口 已经要到达14% 也就是进入了 所谓的高龄社会 这样的速度 我不知道三位专家 听起来是不是很习以为常 我个人听到 其实是有一点点 觉得惊恐 我没有想到台湾老得这么快 那不知道对三位来说 如果就您自己的观点 老觉得应该指的是 年龄的数字 还是应该看 我们的健康状况呢 有三个老的指标 一个就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 定义说65岁 对 通常用的 但有国家有60岁 这个是一个指标 另外一个是 生理的 就生理的这个能力 是不是 比方说 我们说基本功能 就是吃饭 洗澡 这个穿衣服 上厕所 能否自立 自立 另外一个指标是什么 心理的 我们三位 当然我年纪最长 可是 我常常忘记了 我已经70多岁了 一个是心理的 我想这三个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了解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位专家 就是您在政委任内 其实也督导过很多 社会福利政策 老公政策 那薛教授您又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 台湾在二次大战之后的 婴儿潮呢 是比其他的国家 都来得多 也就是说现在是 大概是 50 一二岁到现在 六十七八岁的 这群人 在台湾现在有 六百一十七万 占整个台湾人口 百分之二十六点多 在全世界很少有 占会婴儿潮 占那么高的比例 这是一个 这些他们陆陆续续 在未来这几年 都会成为老人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台湾的生育率 特别低 所以说它那个比例 我们讲的是 是这个六十五岁以上 能够占总人口的比例 来判断所谓的高龄化 所以你当出生率率下降 那么年轻人口 减少 也会凸显老人 人口的比例 所以台湾是因为 这两个因素 让整个国家的 高龄化速度变快 那其实台湾是不是最快 但倒不是最重要 因为新加坡也好 还有香港也好 甚至韩国也好 他们计算出来的结果 跟台湾就是差不多 那么但是这些 真的重点是 它带来的冲击 是各方面的 这就是要让我们 能够提早来应应 这才是一个 我们政策的一个主軸 对的确 这是个警讯 所以我知道赖教授 我们画了一个主题图资 福老西游 来请介绍给我们看 好 我们来看这张主图 这张主图的题目叫 西老服幼 那其实也就是要呈现台湾各地老年人口 幼年人口跟他 扶养比的关系 所以这张图总共主图是扶养比 那另外有两张副图 分别是老年人口比例 跟幼年人口比例 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来看这三张图 首先所呈现的是幼年人口比例 那么颜色最深的部分是幼年人口比例 占百分之二十一以上的地区 那最低的都还有在百分之十二以上 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各县市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县市 它的幼年人口比例特别高 也就特别年轻 新竹县 新竹市 桃园市 这些地区大家可以理解 大概就是近几年来快速发展 人口大量移进来的地方 那可以想象这些移进来人口 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那也可能比较 有小孩子生育率比较高 所以这些是幼年人口比例 最高的前几名 相对而言有几个县市 他们幼年人口比例比较低 比如说金门 屏东 嘉义县 基隆市 横幅县 大致而言比较是所谓的农业县市 接下来我们来看老年人口的比例 那么老年人口比例 颜色最深的是代表 当地有百分之十八以上的老人 那最低都有百分之九以上 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个老年人口比例的前五名 最高的是我们的嘉义县 云林县 这些所谓的农业县 它老年人口比例比较高 一方面是年轻人外移 所以它老年人口比例比较高 台北市我们刚才提到 比较特别是台北市老年人口比例 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在五都里面它是唯一入榜的 相对老年人口比例比较低的地方 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地方 好像金门 连江 台中市 新竹市 那接下来我们看扶养比 那所谓扶养比 也就是工作年龄成的重年人口 他们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 或幼年人口相对比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而言 在都会地区扶养比是比较低的 那乡村地区扶养比比较高 那进一步我们来看各县市的话 那很特别是各位可以看到 全台湾扶养比最高的居然是台北市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台北市的老年人口比例算是高的 所以整体而言 有几个县市他们扶养比 大概在40%左右 那台北市的扶养比是最高的 相对而言比较低的 那就包括金门 连江 桃园 新竹 基隆 这几个县市 但是整体而言扶养比 大概也在30%左右 对 其实年龄结构 其实牵动了台湾很多的面向 但是老师我知道您最近有出一本书 集结了您这几年对台湾人口的 一些观察跟分析 是台湾人口大震荡 其实中间就有提到所谓的 十年内无法回避的 台湾有五大的人口议题 可以帮我们介绍 是的 我在过去这20年来 我一直从人口的角度来观察台湾整个的过去跟未来发展的可能 那么按照时间的洪流来看 第一个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高等教育 高教的危机 这个就谈了20年了 这个是已经被抛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第二个议题就是当下正在讨论最热烈的年间改革的问题 它也是跟人口有关 第三个问题也即将浮现 就是长期照顾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贫富不均 台湾的贫富不均也在上升 但是相较于全世界还算OK 但是它持长会浮上来 再过来就是劳动力的问题 刚刚也两位都讲到了 因为整个人口高龄化 那么劳动力人口也会跟着高龄化 而且现在劳动力还有其他的特色 包含我们人力出走是高品质的 然后进来的可能是这个属于比较蓝领的 那么这个不仅是劳动力的老化 劳动力的结构跟品质 那么如果配合高等教育 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创造新的优质能力 恐怕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劳动力这个放大来看的话 台湾到底目前我们看到人口区间的过去跟未来是怎么发展的 很明显的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整个台湾如果我们从这个1950年代到今天来看 我们就超过60年了 那么在早期那个父母亲要不是可以升一组篮球队 就是可以升一组棒球队 所以他推出什么两个孩子恰恰好吗 所以他五个篮球队是五个 棒球队是九个 所以当时的我们讲说他的生育率是七个 几乎是当年的全世界最高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下来 但是刚开始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没有推动家庭计划 家庭计划是民国57年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政策纲年 所以在那个之前 在那个之前其实是自动的调节 因为以前为什么要升那么多人 因为他担心养不活 所以就多升多升 后来发现台湾进步了很快 都活了 都活了怎么办 这就开始自动调节 就不会升那么多了 后来就加上整个人口政策 再加上我们延长义务交易过九年 后来实施十大建设等等之类的 整个台湾步入了现代化 整个人口的结构 因为刚刚前面所讲的迁移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的都市化跟工业化 这两个因素就让整个生育率就整个荡下来了 那么荡下来的结果就是小孩子 就是幼年人口的比例逐年的下降 还有台湾的医疗科技 这些是我们卫生署的贡献 让我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在延长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老人跟小孩 大概在今年就会老人跟小孩子 对我们看到这个曲线其实也是反映 你蓝色就是小孩 那绿色就是老人 您说的这个交叉点就在这 那所以 但是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老人的增幅会超过小孩子的降幅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劳动力 我们讲15到64岁的 它的顶点也过了 大概就在两年前 当整个劳动力15到64岁 占总人口74点多的时候 是达到最高峰 现在已经慢慢地要往下走了 的确 所以如果我们用 扶养比的角度再来看 这是不是也是令人忧心的 对 其实扶养比到现在 就是最近这几年人还是低点 刚刚讲的我们在两年前 两年前这个是达到这个 叫做劳动力人口比例是最高的 它最高就代表是扶养比是最低 对 就是两年前 就大概就是35 36岁最低了 对 OK 那么这其实是很有利于台湾 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常常有个概念 叫做人口红利期 那人口红利期就是代表 我们的劳动力人口 劳动力人口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七 因为他六十六点七就代表 老人跟小孩占了33.3 就是他的两倍 那个时候代表什么 生之则重 食之则寡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说 那个时候如果健保还亏损的话 那将来就没完没了 如果那时候财政 还有很多的赤字的话 那将来永远补不回来 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 谢谢大家把健保费给调了一下 对 健保没有倒闭 所以这个红利现在就过去了 像我刚刚薛教授讲的 了解 现在当然还在红利期 但是已经朝向于脱离 能够红利的路线 最高点了 现在慢慢往脱离 所以这个补养的家权 你要随着高龄化 要做不同的家权的话 那么我们的人口红利期 很可能在2025年之前 就会脱离了 但是我们从人口结构 国发会其实有做过统计 我们画出人口结构图 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1961年到甚至2061年 这可能一百年间的转变 对 这个图就非常明显了 在这个1961年 就大概是半个多世纪之前 台湾的人口金字塔 就像是金字塔 金字塔的底部是宽的 那个底部是什么 就是幼年人口 那么金字塔的顶端是瞎小的 那是老年人口 这是刚刚讲的 就是叫做老人士宝 慢慢地战后婴儿潮之后 小孩满街旁 那么到了塞张图 2011年就是民国100年 这个图变得很漂亮 像个皇冠一样 对 那么中间 与劳动力人口特别多 对 特别背后 这就是我们战会英格陶 就在这个地方 人口互利 那么这个是很有利于 经济发展的年代 对 但是那个时候 台湾真的是有点错失了 有点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锁国了 是那个时候 台湾的劳动力结构 是全世界少有的漂亮 而且台湾的高等教育 所占的比例 在那个时候 已经在全世界 已经是很高的 不论量 不论值 某种程度 就是全世界超好 但是那个时候 却没让这些 那么优秀的劳动力走出去 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么到了 根据那个国发会的 这个估计 2061年 是就是民国150年了 距离现在还有三级 这个四十来年 这个时候啊 就像一棵圣诞树了 就知道上面呢 那个是上面是宽的 底下是少的 那上面是谁呢 都是老人 如果你是老人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寂寞 为什么呢 十个人里面 有四个人跟你一样 对 就老人公寓 也比较多朋友 那时候呢 一半的人口 50岁以上的人比 50岁以下人多 而且60岁以上的人口 将近达到一半 对 尤其80岁以上的人 会占老人的 至少四分之一 我们是不是应该 重新去界定 什么叫老年 那个以前我们觉得 60岁以上就是很老 那现在显然七八十岁 还是可以很有活力 对啊 也可以有生产力 对 所以随着整个社会 年龄的这个老化 那我们应该 从另外层面来思考 如何去让 整个社会再年轻化 对 的确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三位专家都有提到 尤其刚刚教授 也有讲到 我们的人口红利 所以其实我们 看数字的话 数字其实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口结构 是不是已经响起了 这个红灯的警戒 对不对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你即便到了2025年 那时候老人是站在20 对 那里头的老老人 就是高龄的老人 比例又更高 所以他所需要的社会负担 是重的 对 是重的 而且到了20 是不是已经是超高龄 那个就是超高龄社会的 一个门槛 门槛 所以台湾虽然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台湾的速度 真的是很快 那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对于人口所带来的重启 大家都已经开始有警觉了 所有的成功 就是挑战的开始 对 成功就是挑战开始 任何一个制度 成功就挑战 像健保我们很成功 都是很大的挑战 一样 其实刚刚综合三位讨论的 我们接下来到底可以怎么做来 因应这样的挑战 我们先稍后休息一下 先看重点笔记 了解何谓高龄社会的定义 我们再回来讨论 根据联合国在1956年的定义为 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 超过总人口7%的国家 称为高龄化社会 而超过14% 则称之为高龄社会 超过20% 则称之为超高龄社会 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 是世界第一 仅仅25年 就由高龄化社会 进入了高龄社会 而预估在2025年时 则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施胜杜甫曾经说过 人参七十古来西 但时至今日 却变成文学家余佑任所说的 人参七十才开始 尤其在今天 台湾人的平均寿命 已经堂堂突破了80大关 在亚洲甚至世界各国 都名列前茂 根据统计 台湾在1905年 第一次建构生命表时 男女的平均寿命 只有29与30岁 1960年代 男女平均的寿命 为62与66岁 2016年时 男女平均寿命 是77与84岁 在过去的百年间 男女平均寿命 几乎增加了50岁 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是 日本及新加坡的83岁 韩国与法国也差不多 是82岁 而台湾与德国相同 平均的寿命为80岁 和邻近的国家相比 则高于马来西亚 及中国大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从2000年到2015年 全球人类平均寿命 就增加了5岁 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 最大的增幅 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加当中 看得出来 真的是长寿人生 全球截然 这反映了医疗的进步 但是接下来 可能要请教 公卫专家 理事长 为什么台湾老化得这么快 刚刚其实有解释过 但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算快还是蛮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 这个我们现在 80%的人 真的80%的人 都活到70岁以上 刚刚也提到了 那活到80岁 将近六成 这个还是 现在的数字 未来的数字会更好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现在 这个50岁 这个以前的人的条件 跟现在50岁以后的人 条件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 这个很多都是没有接种 欲望接种 所以有很多的小儿麻痹 有因为麻疹死掉的 等等等等 现在都不会了 那我们现在呢 四分之一的人 可以活到90岁 所以如果几个朋友 全班比方说是40个人 那到了90岁那天 同学会你看 至少有10个人 10个人 还可以坐一坐 有人就说 我们刚刚很多的图像 好像是老人都是很衰弱的 做人意的 好像是我们现在 今天在讲长照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现在 活得久又活得好 这是大家没有去谈的 我们都谈到负面的 没有谈到正面的 那我们现在呢 大家可能猜不出来 我们65到74 够老了吧 开始我们说老人了 年轻老人 年轻老人 我们现在92% 有生活治理的能力 那我们说好了 75到84够老了吧 我们还有八成 那是中年老人 还有八成 还可以趴趴走 对 那你看 那85岁这样 该老了吧 对 我们还有一半的人 所以有时候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台湾医疗好近 80岁的人还后空翻 对 真了不起 那也太厉害了 我们国人都不清楚 我们台湾的婴儿死亡率 跟孕产妇死亡率 都比美国还低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还没有全面健保 很多人呢 虽然他的医疗科技比我们好 可是很多人得不到 那我们呢 是因为你像生孩子 产生检查不要钱 不能负担都没有 只有挂护费 生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婴幼儿 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均 这有一点 我特别要强调的 这个我们活得老又活得好 那就会整个社会都不一样 我随便讲一个 我们60年前 就是四五十岁就走了 你想看 那个时候为什么 大家都不离婚呢 非常简单嘛 就大家忍耐一下 你死我 现在呢 到了五十岁 我还活三十年 就白头偕老时间 对 所以我是讲这一点 白头没多久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样子可以再讲两个钟头 对社会的变化多大 对 我刚刚讲了 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挑战的开始 我们有成功 那我们要想未来的变化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百岁人类 未来已经不是梦了 对 那可能是一个很好 越来越容易达成的目标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台湾的百岁人类的分布图 可不可以请赖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好 这张地图的主题叫 重阳敬老 那我们几年前做的 它的数字代表说 每十万人有多少百岁人类 那我们看到每次重阳节之前 各地方首长 都要到这个人类家里去 赠送金牌或什么 非常忙碌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好奇 那全台湾的百岁人类 到底分布在哪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红色的这个颜色最深的地方 就是人类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百岁人类 似乎也是逐年的成长 是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全国的统计的话 那在2003年的时候 全国百岁人类才656人 但是逐年这样增加上来 我们到2016年 已经成长到六倍 已经超过3000人了 所以如同刚才李市长谈的 我们百岁人类 其实快速在增加 对对对 好那如果用地区来看呢 如果我们用地区来看的话 那这个资料所显示的是 每万人有多少百岁人类 那金门县显然是最高的 每一万人有3.7名的百岁人类 那台北市赤支也到达2.8人 那再来是连江县 花莲县这些地方 算是人类比例比较高的前几名 花东真的好山好水 那李岛身为金门人 教授您可能最有资格来评论 金门县为什么是全台 这个人类最高的一个 自己感觉到就是金门 那个老人家 他不断就像 Johnny Walker Keep Walking 就是不断地工作 有运动就对了 不断地 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头 就是活到老 说活到老 那么这个有活动 现在英文的名字叫做 Productive Aging 那事实上就是 有生产力的老化 就是他还可以动 我觉得老人不动 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再加上就是说 在金门一般我们的 就是传统的家庭的组织 领域的组织 相对而言是比较强一点 就紧密是不是 就是家庭的照顾 跟领域之间的守望相助 所以老师您刚刚看到 我们这个所谓的百岁人瑞 比较高相对五个县市 因为学校说刚刚有提到 这五个县市是不是 也是在健保里面 相对支出比较少的呢 是 这个比方说金门的 每一个人的医疗的费用 相对在本党是比较低一点的 OK 因为他们的社群 活络辛苦 被闲循环 他们以前因为 这个两岸紧张的关系 所以他们社群之间的紧密度 是比这个人要高 因为他们那时候 就是要互相扶持 好 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 现在百岁人瑞 已经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 重新思考我们的退休年龄呢 其实现在包括年龄季度 其实也在重新思考在讨论 那我们的退休年龄 到底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到底退得早还是退得晚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显示 世界各国男性实际的退休年龄 那么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男性 他们平均退休年龄到七十二点九岁 各位要注意到 这其实还是十岁的 相对而言一路排下来 台湾算是比较低的 台湾男性平均退休年龄 六十二点八岁 大概跟德国这些国家差不多 那如果我们来看女性的话呢 那女性的退休年龄又要低一点 那同样也是韩国最高 女性退休年龄呢 是在七十点六岁 那么日本还是次之 以色列 美国 那个顺序大概一样 但是平均女性退休年龄 大概都早个两三年 所以台湾女性退休年龄呢 是六十点七岁 在这张表上面 只比法国稍微高一点而已 前面比起来 我们好像退休年龄是亚洲之冠 韩国 日本的人都帮我们备吻 当然他们照顾得也不错 但是他们一直勤奋工作到七十几岁 怎么会如此呢 这是您在新书当中提到 这个晚进早出的劳动力 这个晚进早出 指的是现在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开始就业时间也往后延了 早出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是退休为常 台湾的现象是这样子 以劳动参与率来讲 台湾的劳动参与率是 二十五到三十四岁 不管男女 跟OECD国家比较 我们进步是最高 那台湾第一次在什么时候低 是男性在五十岁之后就开始低 女性在四十五岁之后开始低 所以台湾的图形 就是前面很耸高 底下边的低 是这样子 跟很多国家比较起来 都很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是在于 就是五十岁之后跟四十五岁之后 当你自己的小孩也开始工作赚钱 你不会想我哪里拍名 我小孩子开始赚钱 就他负责要来养我了 我干嘛拼命工作 我还拼命工作 尤其是女性 人家会觉得说 一定是你先生不行 所以你年纪那么大了 你还要工作 拍名 对 这拍名 就是整个有门风的概念 所以这个传统概念还存在 但是概念不见得是不好 最主要就是说 在整个的计算上面 它就会显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对 因应着我们这些高龄化 除了我们的产业结构 可能要重新思考 未来企业主的脑袋是会要改变 对中高龄人才的重视之外 接下来我们的社会 其实也相应了 做了一些很多的调整 像是2016年 台湾第一个针对高龄人才的机构 就成立了一个协会 那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先来看看以下这段影片 姐姐 姐姐 中国姐姐 谢谢大家 请给我一点掌声 好 李警长看到这些姐姐们 看起来都很有活力 这些是都几岁的 我们去年 引进一批我们的志工 对 当然我们也付他一点点微博的薪水 让他有一些车马费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称 他们说爷爷 奶奶 马上翻脸 叫哥哥 姐姐 叫哥哥 姐姐 都是七岁 因为八十岁的 所以他们都几岁 刚跳舞的那一举 他们是非常的 都是七十岁以上 七十岁以上 好厉害 那个机器人是郭台铭先生捐给我们的 所以跟他们一起跳这个姐姐 对 所以其实您当初是成立高龄化政策计 产业发展协会 是为了他们吗 是为了他们 那我们这个logo呢 当然某一方面讲是皱纹 开始有皱纹了 抬头纹 但是更重要的是两只海鸥 OK 我们知道海鸥是一直飞 一直飞 飞到最后一刻 就是说我们这个阴法族 就是要一直活跃 一直享受人生 或贡献思维到最后 而不是就是要躺在那里 或是一直要受人家照顾 就像海鸥一样 它生命最后的镜头也是在飞 所以其实从您的英文也看得出来 它叫Active Agent 我们叫AAA 对 我们要 我们现在台湾最重要的 当然要对长照要关注 但是更重要的是刚刚讲那百分之八十四 不需要这个生活 不需要人家照顾的人 我们怎么样让他活得更愉快 终身学习 甚至更进一步就是来供应生 我顺便举一个 我们一开始针目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以为像我这个年代的人 他避暑 大概没有人要来报名 我们担心就没有人要来报名 结果呢 第二天就报掉了 马上停止 不准再报名 一天来了多少人 三百个人 然后我们还精挑戏许 就快要跟考空姐一样了 对 大部分是没有粉丝就对 而且我们这个 原来那个展览是从德国引进的 就是说社会对话 它有一个社会企业叫Dialog 它以前有跟黑暗对话 就是这个盲眼的人 我们这是跟时间对话 OK 所以我们时间对话 人家听不懂 我们就说 这个亲爱的我老了 这比较好 因为每个人都会老 对 所以您接下来 这个协会现在做了什么事 除了请大家来跳姐姐来证明 我们最主要是它一个平台 就是有关于英法这个社会的一个平台 对 包括场观学对话 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些活动 那对于这个高临化的政策 我们要提出建言 我们也让产业界来参与 对 那也让社会更多来参与 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这个英法族参与社会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 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 我们台湾医疗很了不起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五万个子宫 我们光是医院里面就五万个子宫 你知道那个医院去 对对对 服务台里面 我讲这个话又被医师骂了 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比医师还亲切 我们这些子宫 医师太忙了 医师太忙了 是你讲的没有错 所以他们这个贡献非常的大 其实刚刚理事长讲到 其实现在的老人要活得久 然后重点是要活得好 那活得好的同时 其实我们不禁去想说 台湾人现在平均的余命 已经渐渐高到八十岁了 未来还会有朝百岁的人类 也继续走的趋势 但是好 那我们的退休年龄 刚刚看好像在亚洲地区也是数一数二 这是不是表示我们要正视 就是中高龄的人才 他们在职场上可以发挥的优势 甚至刚刚提到 需要提到 银法的海啸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海鸥 对 让他们的生命价值 可以燃烧 不断地燃烧 对 散发到最后一刻 对 那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稍后继续讨论 不过重点笔记 先带您来看 退休制度的由来 马上回来 退休 退休指的是一个人 因为年龄或是其他因素 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 中国自古以来 极有退休制度 古代人称之为 旋车制式 象征着自己年岁已大 不能再四处奔走了 根据历史记载 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 源于西州 而正式形成制度 则是在汉朝 自西州开始 由《代夫七十》 而至世的记载后 各朝代 拿到规定 官吏七十岁退休 直到了明清两代 才改为六十岁退休 不知道您看过 高年级学习生这部电影吗 其实管理大师 彼得多拉克 就曾经说过 未来如果健康许可的话 他预言大家都必须 工作到七十五岁 如果真是如此 台湾除了长照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 2015年 华纳电影公司 发行了一部 发人省思的电影 名为高年级实习生 现在台湾也有 自己的高年级实习生 在担任保姆工作之前 我是一位仪表工程师 那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也得到了 又有两保姆的表扬 工程师退休的周一杰 因为不想闲事在家 无所事事 退休后便一头栽进了 完全陌生的保姆工作 在经过学习及实际照顾以后 他将幼儿托育结合了工程的品质管理 制定出一套照顾与回报的流程 在工作的环节我很喜欢讲求数据 加以研究分析 就观察的数据 我把它做成量化 制成表格跟图形 那这个是每天的一个动作 把每天的这个状况 全部把它记录在 我们的宝宝日子里面 然后我在每一个月结束以后 我会把宝宝日子里面的 所标示的这些的数据 我把它整理出一个月的汇集 高年级生具有丰富的经验 与人生阅历 在职场上应当被视为 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而未来面对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所谓的退休年龄 有可能不复存在了 的确未来退休年龄 可能越来越厚厚 甚至如影片中所说的 不复存在了 从这个影片的高年级学习生 我想要分享两个例子 因为现在真的在美国英国 都有两个99岁的阿嬷 让我真的觉得心生敬佩 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个叫David 叫Elizabeth Davis 她是在印第安纳州的科尔沃学院 担任校长秘书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她已经工作了80年了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而另外一位呢 是健身教练 这个是英国的99岁 叫做Mini Solomon Mini阿嬷 这Mini阿嬷当了 健身教练也是50多年了 她现在一周还开两堂 做事有养 你看她坐在上面 可以带大家有养 做有养课 而且呢 她现在 她说她还有两个养生秘方 一个叫做吃窝剧 另外一个是小卓白兰地 所以学教统 你刚刚讲喝金门高粱 说不定也是金门人长寿的秘方之一 我分享这两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身边 有没有案例是这种 真的是活到老 做到老 学到老的 我自己的家里 就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的祖母 她呢 在 她应该是台湾最老的槟榔西施 她卖槟榔卖到96岁 就在一个站牌旁边 96岁 到96岁 她最后三年当时就不行了 她99岁往生的 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对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岳父 我岳父在两年前 那个肺炎到插馆 二十几天 那么她那时候已经都80岁了 对 那个医生认为说 要复原的几率很低 但是呢 脱离险境了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对 她的苗栗 柯家庄 对 她现在照样可以夏天 这样可以种芋头 这样可以种红枣 公管的红枣很有名 所以劳动很深 它是很好的健康股指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 讲的productive aging 其实在中华文化传统以来 一直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有时候 就是可能会忽略掉 我们自己文化的底蕴 我们原本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能够配合西方的一些科技知识 刚刚还加上我们 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志工的年龄 55到70岁最多 而且退休人还愿意投入 都是很好 你今天让你自己能够活动 不一定要每个月拿薪水加活动 而是你能够对这个社会付出 对家庭付出 好 道理在这里 的确 那我们还是自己抓好自己的文化主轴 自己本身的底蕴之外 那其他国家有没有比较好的 像政策或是做法 台湾其实也是可以参考 在北欧的国家 甚至日本 他们几乎不用外劳 他们是自己人照顾自己人 那刚刚也提到志工 我们不管是台湾的研究 或者国外的研究 有的研究是非常严谨的 又发现做志工的人 对 特别是高丽的人 他们是活得比较健康 活得长寿 又活得比较愉快 对 所以这个 就是说退而不休 那你能够再就业也好 不就就业也好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回家 没有人管 他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 客户的这个照顾 这些都可以做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去玩 想要去做什么都可以 让你的人生多样化 最主要就是要活要老化 活要老化是你自己高兴 也对社会有所帮助 这是最美妙的 真的 这三营的局面 对 那老师你可能对日本也有研究 我来补充一下日本资料 我们知道日本高临化的问题 发生得比我们还早 然后也比较更严重 所以日本其实很早就 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们把危机化为转机 很积极在各地建立这些 所谓营法的资源中心 他们帮这些营法族 开办各种的学习活动 包括网络的使用 包括一些新的技能 然后除了资源中心之外 他们更主动的建立 所谓高龄人力的银行 然后有这个高龄者就业的促进员 有这些人员 到公司行号企业去帮忙推广 帮这些老年人引进工作 然后鼓励企业多 禁用这些高龄者 那甚至在民谷那边 他们小学的安亲班 课后的辅导 就像我们刚才在VCR里面看到 是由这个营法族游高龄者 阿公阿嬷来陪伴的小朋友 课后的作业或到操场运动 所以他们真正把这高龄者 融入到整个社会的运作里面 对 所以我相信日本是一个很好的效法的对象 但学校说 那您觉得台湾现在做的 我们用哪一些还可以补强 或是可以效法其他的国家做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我们的政策在长期照顾方面 我们一定要以我们的人口特色 跟未来的趋势当作一个主要的考量点 那么因为活了越来越久 是必然的趋势 老人越来越多 也是我们常讲 irreversible 没办法逆转 所以政府它不可能 无限制地来增加它的税收 然后搁进去 尤其是台湾 我们未来的纳税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如何充分运用我们的人口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政策 我讲政策的好坏最重要 不是说这几件事情该做 而且这些做的时间点 你能不能掌握好 否则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再强调说 现在的老人大概就是 需要长照的就是80岁以上的人 那么他的子女大概就是五六十岁的人 对 那这五六十岁的人是谁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战会婴儿潮 兄弟前面最多的一群人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今天长照 就像过去一样 我们每一年大概花五六十亿 我们主要的重点 放在家庭机制比较差的 孤苦伶仃的那些 那一部分其实都没问题 但是你如何要做普及化 我觉得普及化这两个字 真的要深施守略 第一个 你有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尤其我们现在没保险 是用税收 那第二个就是 你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家庭的机制 政府应该把钱 在什么时候砸进来 我觉得应该思考到下一代 当我们是老的时候 我们下一代 第一个是人数少的 第二个 他可能没这个能力 那甚至没这个意愿 今天如果砸钱上来 是帮助我们 但是我觉得我们 比较不需要帮助 尤其是家里面 家庭机制比较完整 兄弟姐妹多的 你退休之后 你身体还不错 为什么不能照顾自己的父母亲 政府需要帮忙是 告诉我们照顾的技巧 怎么样来预防老人家跌倒了 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状况 那个是政府要来协助我们的 但是政府不需要给我们钱 我觉得政府需要砸钱下来 是当再过个十年二十年 那个时候 才政府需要花钱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 叫超高龄社会的时候 所以政府在这个时间砸钱 是不对的 但并不代表说 我不愿意照顾老人家 我们不会这么说的 只是说你如何充分运用 我们的人口的特质 而且它会让它效果会更好 而且会成为西方国家 效法的典范 好 我们现在给 学校说厉害一个高标准 我们要成为其他效法的典范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今天 简单为今天的讨论 做结论的话 那三位有没有最后要 对政府 对社会 或对民间做提醒 刚刚提过了 最重要是要活药老化 不是只有去照顾私人的人 我们这个活药老化是 是一个政策 一个方向 另外它所用的费用是非常少的 怎么样是鼓励这些 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活力秀 每个乡镇都有在办理 那个花的钱是手造不行 因为他们社区自己有经费 对 就是要导引他们 像刚刚怎么样再就业 那是一个政策而已 并不是要花很多的钱 那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刚刚薛教授有讲的 进步的国家都是 自己人照顾自己人 而不要把这个脑筋永远去动到 所谓的外籍抗宫 因为那个也不道德 因为你让一个年轻的女士 抛家气质到台湾来服务我们的人 另外一点 现在东南亚国家 他们现在经济都提高了 对 将来我们也求不到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子来培训我们自己的人 让我们的人改变他的想法 自己人来照顾自己人 我甚至也提过 我们所有的男士 都要去服一年的兵役 没有的话也要服社会役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们的女士 是不是也应该一辈子活85岁 那是不是也可以拿一年出来 帮助那些 她没有办法自己照顾人 甚至于帮忙年轻的女性 社会服务的概念 来照顾小孩子 让我们的妇女 不会因为有小孩子 就不能够就业 人家瑞典的90%的人都在就业 妇女的就业率非常高 他们一样生两个小孩 我们除了自己照顾自己以外 还要有一个机制来互相照顾 而不是说完全靠家庭 或者是靠个人 所以双管或多管齐下 对 好 赖教授 我想透过今天的讨论 我们更能体会到 高龄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那老化指标 不是因为你年龄的大小 而是你的活动力的大小 你的健康状况 那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政府将来可以花更多资源 来促进健康 比起医疗照顾 其实促进健康更便宜 那希望透过健康的促进 让我们的高龄者 都很有活力 然后可以活到老 做到老 的确就是一句老话 预防胜于治疗 有的时候尤其我们之前都听过 台湾可能即将2022年 就进入人口负成长的阶段 甚至现在在少子花 跟高龄化的双重夹击之下 我们如何要善用银法人力 让银法的老先生老太太 让他们活出新活力 哥哥姐姐 哥哥姐姐 好 更正 哥哥姐姐活得更有 资深帅 是 是 是 哥哥姐姐们 能够让他们活得更有活力 甚至强化家庭的价值 强化他们的自理能力 让他们活出人生 另一段新的里程碑 或许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来到现场 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讨论 也感谢你的收看 Data Maps 数据地图真台湾 我们下周再会